婚礼时间 拿破仑大帝的书房 现在我们看到的房间是拿破仑大帝在贡比列城堡中的书房 贡比列城堡位于巴黎以北八十公里广袤的贡比列森林之中 与凡尔赛宫和丰丹白露并列成为法国最大的帝王宫殿 这个书房是拿破仑学习和工作的地方 他喜欢坐在雅各·达斯玛尔特制作的美丽又精巧的办公桌前面 这张办公桌的特别之处是可以将桌面摊开 内有一个夹层 专门用来放它的机密文件 他办公完了又可以将书桌锁上 这间书房的藏书有四千多册 主要的布置是180年到1810年间完成的 可以说是既丰富又实用 还有功能性很强的可移动的梯子 房间的装饰直接体现了它作为书房的功能 我们可以说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都与共比列城堡密不可分 拿破仑三世称迪之后也很喜欢这里 他经常来到这里 1856年之后更是每年秋天来此聚会 来此居住四到六周的时间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拱顶画呢 是基罗戴在1815年绘制的 中央是智慧女神 旁边是艺术之神阿波罗和众生使者莫丘利 他们共同传播智慧 并支持诗歌和演讲 混年时间 法国巴黎